大家早上好 下午好 那我有一段非常精彩的信息 要跟大家宣讲 这是神放在我心中的一个信息 让我们来祷告天父 我们感谢你与我们同在 我们感谢你在每一个人的家中 都与他们同在 那我祈求我们的话语 它能够带来生命 给每个人带来力量 给每个人带来突破 那天父我们把我们整个聚会交托在你的手中 我们祈求你能够给我们恩高 我祈求你与我们同在 你给我们突破 奉主耶稣的名字 我们祷告 所有在网上观看的朋友 说阿们 我们要赞美神 那今天是我们的释放能 释放的能力 讲道系列的第四部分 那么目前到目前为止 我们谈过了耶稣的血大有能力 耶稣的名大有 耶稣的血大有能力 耶稣的名大有能力 还有饼和酒的能力 今天呢 我要以受高的能力来做总结 如果大家错过了我们之前的讲道呢 大家可以到我们的YouTube的频道 可以去观看 我相信他能够给你很多的祝福 那我们现在开始 什么是受高 受高的定义是 为了个人或宗教目的 用油或香膏涂抹或擦 那这 它的意思就是这样子 我们就是要涂抹 我们要用油或香膏 这就是为了个人或宗教的目的去涂抹 那所以 这就是领受恩膏了 那问题是 一个人他在受高 或者是领受恩膏 是什么意思呢 那简单的来说 这就是说 意思就是说神付给他们能力 去更好的完成他们的任务 这就是他意思 就好像给你一个额外的经历 给额外的这个能力 那把事情做得更好 他弥补了你所缺少的 比方说你只能做到这样的程度 那有了恩膏 你能够做得更多 你能够去完成这个目标 甚至是超越这个目标 那我们的恩膏就是能够达到这样的目的 他就能够弥补了这个差距 那恩膏他也让我们的工作更加的容易 那那些结婚的朋友 那你结婚之后 你有这个结婚戒指 那可能多年后呢 你因为这个手指比较胖了 那你没有办法把这个戒指摘下来 那如果你涂抹一些油 那你就可以很容易的把这个结婚戒指摘下来 那所以受膏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功效 那它让你更加的容易 你的工作更加的容易 所以我们的这个受膏 它就能够让我们的工作更加的轻松 今天的信息我要大家到大卫和哥利亚的故事 以大卫和哥利亚的故事来跟大家解释 大卫呢 他受膏能够打败哥利亚 那在这之前呢 我要给大家再回到 就是大卫他打败哥利亚之前的一个篇章 就是在第十六章 撒姆尔记上 那大卫呢 当时呢 就被先知撒姆尔高利 成为下一任以色列的国王 我们现在来读 撒姆尔记上十六章 十二到十三节 那耶稀就派人去叫他 就是大卫回来 他面色红润 眉清目秀 相貌英俊 耶和卫说 就是他 起来高利他吧 就是他 起来高利他吧 那十三节 就说 撒姆尔就拿出 橙高油的脚 当着他哥哥的面 高利他 从那天起 耶和卫的圣灵 降在大卫身上 所以在大卫打败 哥利亚之前呢 他领受了恩高 得到神的能力 所以 这并不是靠他自己的能力 而是神的恩高 圣灵的恩高 让他 能够 去 把哥利亚杀死 那我们现在进入第十七章 去了解到底这个恩高是怎么样运作的 那我今天有六个要点 这是相当多的 就是大家准备好了没有 如果准备好了说阿门 不管你身在何处 你大声地说阿门 那第一点 就是领受恩高的第一个能力是 当你跨出信心的一步时 恩高就会降临 我们看撒姆尔记上十七章三十二节 大卫对扫罗说 人不必 因为那非利式人灰心 你的仆人要去与他决斗 你看朋友们 这个恩高呢 只有在你跨出信心的一步 才会来到 只有当大卫他说 你的仆人要去与他决斗 他就是跨出了信心的那一步 那他这样子做呢 这个恩高就开始流进大卫内心 那他就能够打败哥利亚 那你就说 我愿意做 我愿意做 那神的恩高就会开始起 那这个恩高呢 是根据情况而流动的 当你跟神说你愿意 那他就给你恩高 让你去完成工作 当你没有在属灵征仗 或者是没有参与任何任务 那你其实不需要这个恩高的 这个恩高它是不会流动的 当你在处于这个属灵征仗 或者你在进行一些任务的时候 恩高就会流动 我们说阿们 那如果你没有侍奉神 你是不需要神的恩高的 可是当你在侍奉神的时候呢 他的恩高呢 让你能够去完成这个工作 阿们 那其实实际上这个恩高呢 可以让你把工作做得比过去更好 那你愿意使用你的这个恩赐 去侍奉神 他就会给你恩高 让你做得更好 那这在工作场所也是一样的 当你的老板上司给你一个很困难的一个任务 你说你愿意去做 那这个神的恩高他就会流动 那你就有这个能力把工作做好 是主的主耶和华的恩高 他在你跨出信心的时候 说你愿意他就会降临 阿们 我们赞美神 第二点大家准备好了没有 那第二点是恩高他能够去除恐吓 恩高他能去除恐吓 撒末尔记上十七章二十八章 大卫的兄长以利亚听见他跟人说 这是他的长兄 就愤怒的对他说 你来这里做什么 你把旷野的那几只羊交给了谁 我知道你骄傲自大 心怀恶意 你来只是想看人打仗 你看大卫的长兄 以利亚 他想要恐吓大卫 他用非常愤怒的这种表情 他向他大喊 大声喊叫 那么并且还去诬告他 说你懒惰啊 你把这个羊丢在一边 没有人照顾这些羊群 那这些都是诬告大卫 他这样子做呢 是希望大卫 他不会去和哥利亚搏斗 当他不和哥利亚搏斗呢 他就没有办法实现 这个未来以色列王的这个命定 那以利亚 以利亚呢 他非常的妒忌 那因为前一篇章 刚才我们读过了 就是他以为以利亚 他会是下一任国王 因为他是最大的 他是长兄 那么而且他样貌非常硬俊 可是神呢 却没有考虑他 那而是考虑大卫 他非常的生气 因为呢 这个成为王的恩高呢 是赐给了大卫 因为他嫉妒 因为他生气 所以呢 他现在呢 是希望能够劝阻这个大卫 去和哥利亚搏斗 你知道吗 我们要感谢神 这个恩高呢 让大卫能够去破除这恐吓 我们看第二十九节 大卫说 我做错了什么呢 我问一下都不行吗 他又去问其他人 同样的问题 得到了同样的答案 你看 这个恩高给大卫能力 去把他的注意力 转移 不要受到哥哥的影响 而这个恩高呢 他去除了恐吓 让他能够摆脱 他的大哥给他的这个指责 朋友们 你可能被仇敌恐吓 可能这个冠状病毒又重新爆发 可能造成你心中恐吓 可能你会害怕 你感觉你担心你的企业 你的生意 你的工作 你的家人 那你可能你会觉得被指责 或许仇敌在你心中 在你心中指责你 那所以我们恩高呢 他能够去除恐吓 我们让这个恩高 从我们心中升起 我们说奉主耶稣的名 我们去除所有的恐吓 阿们 是的 恩高 他能够破除所有 对我们生活中所做出的这些恐吓 那大家准备好听第三点吗 第三点是恩高 他会消除灰心沮丧 以利亚 他不是唯一的尝试要阻止大魏 还有扫罗王 他也尝试阻止大魏去赫格利亚作战 我们看撒姆尔记上17章33节就说到 扫罗对大魏说 你不能与那非力士人决斗 因为你的年纪太轻 他从小就是战士 你能想象到吗 大魏他会怎么感觉 那他自己的这个 他这个国王竟然告诉他说 你没有办法取胜 你会在战场上被杀死 你太年轻 你没有经验 你现在是 你是打不过一个身经百战的战士的 你没有办法得胜的 所以当时他应该是觉得很灰心 那他大魏他可能会觉得很灰心 连我自己的国王都对我 没有信心 我不应该去跟格利亚打斗 那可是你知道吗 大魏没有这么做 因为他内心升起了恩膏 而把这个灰心沮丧的心情去除 我们来看 第34节 大魏他对扫罗说 你仆人为父亲放羊 有时狮子来了 有时熊来了 从群中抓走一只羔羊 我就追赶他 击打他 把羔羊从他口中救出来 他起来攻击 我就揪他的胡子 打死他 你仆人曾打死狮子和熊 这位哥里的非利士人 必像狮子和熊样 因为他像永生上帝的军队骂阵 你看这个恩膏 他在大魏心中升起 他就反驳了这些令人沮丧的话 在另外一部分的圣经 他就讲到说 他其实给自己鼓励 他说 我瘦高 去杀死狮子 我被恩膏 我瘦恩膏 去杀死 这个熊 我也瘦高 能够杀死 格利亚阿门 所以恩膏 他能够破除 他心中的 灰心 沮丧的心 所以如果 魔鬼他阻止你 他让你沮丧 他说 你做不到的 你没有办法达到 这个目的的 你不够好 那我们要让这个神的恩膏 从你内心升起 然后说呢 耶稣过去为我所做的事情 将来 他也会再为我做一次 阿门 你可以跟我一起说 耶稣过去为我所做的事 将来 他也会再为我做多一次 阿门 阿门 因为 这个恩膏呢 会把所有的这些 心中的这个灰心沮丧呢 能够去除 我们就能够得胜 哈雷路亚 第四点 恩膏 给你能力 大胆宣告 神的胜利 那我们来读 四十五节 大魏对非利式人说 你来攻击我是靠着 刀枪和铜锚 但我来攻击你是靠着 万君之耶和华的名 就是你所辱骂 带领 以色列军队的上帝 今日 耶和华 必将你交在我手中 我必杀你 砍下你的头 今日 我要把 非利式 军队的尸体 给空中的飞鸟 和地上的野兽 是全地的人都知道 以色列中 有上帝 这里所有的人都知道 耶和华 拯救人 不靠刀枪 因为他掌管 战争的胜负 他必把你们 交在我们手中 阿们 他真的是非常大胆的宣告 那大魏 他的宣告非常的大胆 你们看一下这个场景 你会 你会觉得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场景吗 通常我们在看电影 我在两方打战的时候呢 他们通常不会 互相交谈的 他们就是 拿起他们的这个武器 就互相打斗了 那他们这个 仇人是不会互相交谈的 可是这个情况不一样 那 因为之前呢 这个 格利亚说了一些东西 去恐吓大卫 然后大卫呢 他就说了一些宣言 大胆的宣言 那他 他 呃 宣告说 这个格利亚的下场会是怎样 那他就从他口中说出 他就宣告了 他在打战之前呢 他就宣告了 这个格利亚的下场会是什么样 所以 这是非常重要的 这是很重要的 因为恩高 他给了大卫能力 让他能够大胆的宣告 能够在 格利亚能够去战胜格利亚 这是靠着神的能力去战胜格利亚 那所以这个恩高呢 把 让大卫口中 能够从口中宣告他 宣告了这个格利亚的未来 当他大胆的宣告 格利亚的下场会怎样 那么最终呢格利亚就是根据大卫所宣告的 而实现了 那所以神他在等着大卫去做出这些宣告 当这些话从他口中说出的时候呢 神就把它变成了现实 那生死在舌头的掌握之下 你在战斗的时候 你口中说的是什么 当你得到神的恩高 神的灵就会在你内心升起 他就给你能力去做出大胆的宣告 大胆的宣告你的未来 我们说阿们 当你生病的时候 你要大胆的宣告 你的身体能够得医治 那你不要接受 你收到的这个报告 你说奉主耶稣名字 我会得医治 那我 因他的边山 我得医治 那你就是在宣告你的未来 朋友们 如果你的孩子 他们误入歧途 那你要用大胆的宣告神的这个命定 会在他们身上实现 当你的仇敌 他尝试要抢夺你的钱财 那你要大胆的宣告 你能够在财务上得到祝福 当你的家人 他们不认识耶稣 你要大胆的宣告 他们能够得到救恩 阿们 那当你这样做 神 他就会让他实现 所以这个恩高 他给你能力 让你能够大胆的宣告 能够在生活中得命 当你这样子做的时候 就能够实现 阿们 大家准备好听第五点吗 我喜欢第五点 第五点是恩高 使他变得更好 撒末尔记上17章49节就说到 大胆伸手入口袋里 从里面拿出了一块石子 用投石器甩去 击中了那非利式人的前额 石子穿入前额里面 他就扑到面腹底上 你看当格利亚他走近大胆的时候呢 大胆就冲向战线 他就伸出手 进他口袋 拿出了一块石头 用投石器甩去 击中了那非利式人的前额 那这个石头就敲到他的额头 把他的这个头骨敲裂 他就马上就死去了 你看这个恩高 让大卫很容易就可以把一个巨人杀死 他有五块五个石子 可是他只需要一个石子 第一个就够了 实际上这个恩高 让他能够更加瞄准目标 那么他就是他要把这个石头 扎在这个眼睛之间的这个额头 那他不需要花很多小时 整个早上或者整个下午去杀这个巨人 他只需要这个几秒钟 那他只需要跑向冲向这个巨人 然后把这个石头甩出去 那几秒钟时间就把工作完成了 所以神的恩高能让你的任务更加的容易 那你知道当我们有恩高的时候 我们讲到是更加的容易了 那我们传道人站在这个讲坛上面呢 我们是当我们有这个圣灵的恩高的时候 很多时候神会把话语放在我们口里 我们就会说出一些新的要点 那当这个恩高发生的时候 我会说圣灵这个要点非常好 所以有了恩高它让我们的工作更加的容易 恩高让我们能够更好的演奏乐器 那可能你会演奏一个你之前没有演奏过的一个乐曲 那恩高它可以让你成为一个更好的 的这个敬拜领袖 那让整个会众能够更沉浸在这个 这个敬拜的这个氛围里面 那如果你是小组组长 那你需要这个恩高去领导你的小组 但当每个人 当我们有这个圣灵的恩高呢 我们做什么事情都更加容易 那我们的恩高呢 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各个领域会发生的 这包括我们在工作 工作场所 比方说 我当你接到一份任务 你告诉神说 神我要恩高 让我这个工作能够做的做得更好 那我们可以这样子要求神 那我们可以邀请神给我们恩高 让我们能够更好的去抚养我们的孩子 那神他给你这个智慧 通过他的恩高给你智慧去抚养你的孩子 那你知道吗 甚至你在做家务事的时候 你可以就是当你受高的时候 你可以做得更好 有一次我在运烫床单 那那个床单它是非常的大 很难去运烫 那我就祈求神给我恩高 那神他就给了我一个方法 我就可以很快的去做完成了 那其实我也是一个受高的家庭主妇 那所以我们的工作可以因为恩高做得更好 所以我们要要求神给我们恩高 最后第六点是恩高它有倍增的效果 我们来读 那以色列的城门 被杀的菲利士人倒在地上 从沙拉因直到加特和以格伦 那以色列人追赶菲利士人回来 抢夺了他们的军营 这个真的是令人非常的兴奋 因为这个恩高他有一个倍增的效果 当大卫他杀死了一个巨人 其他的以色列人呢 以色列军人呢 他把整个军营的菲利士人都杀死 包括很多之中呢 有很多巨人他也把他们杀死 那格利亚不是唯一的巨人 为什么呢 因为当耶稣亚他杀死亚纳族人 当时他们是这个是亚族人 他们都是巨人 那有些人他们就逃到菲利士领土 这个就是加特的这个地区 那所以所以我们所以我们就 所以这个格利亚就在那里出生 因为他是亚纳族人的子孙后代 我们可以在约书亚书十一章二十二节读到 那以色列人的地中 没有留下一个亚纳族人 只有一些还留在加萨 加特和亚石突 那所以格利亚他的先祖 他们就逃到那个地方 那所以神的恩高 他是有倍增的效果的 当大卫他受高 他这个恩高呢 就涂抹到其他人 然后呢 他就把这个恩高 就把懦夫变成了英雄 那你的恩高呢 会影响到其他人 所以非常重要的朋友们 我们要得到神的恩高 那因为当我们看到 我们的突破 其他人 他们也会同样的领受到这个恩高 你的家人 在你受高 他们会受高 你的小组 因为你受高 他们也会受高 那个教会也会因为你受高 而受高 阿们 那现在我们来 看我们怎么样去应用在生活中 我们怎么样去得到这个恩高呢 那大家要知道吗 恩高可以做这些事情 那我们怎样得到恩高呢 我给大家三个方式 首先 第一个是 你要服从全病 那我们来读十七节 这是第十七章十七节 有一天 耶稀对他的儿子大卫说 你拿这十公斤轰了的骨子和这十个饼去给你的哥哥们 你要跑到营里去给你的哥哥们 去又拿这十块乳酪去给他们的千夫长 看看你的哥哥们平安不平安把他们的家书带回来 那大卫清早起来把羊群托给一个牧人看顾 就照着耶稀所吩咐他的带着食物去了 你看大卫他刚刚在之前的一个篇章里面 他被我们就读到了 他被恩高成为国王 那这里呢 他的爸爸父亲呢 叫他去送信 叫他去送货 那他可以说说 不需要 不行 我会下一任国王 你应该来服侍我 不是我来服侍你 他可以这么说 可是大卫并没有这样子做 他服从他的父亲的指示 他让自己谦卑 那当他这样子做的时候呢 神就打开门户 让他能够去杀死巨人 那每个人都熟悉大卫和哥利亚的故事 可是实际上 他是从大卫服从权柄开始的 朋友们 你是否有对这个属灵权柄顺从呢 还有去执行你被指示要做的事情呢 那神在看着你是否会 你会听从你的这个领袖 所交给你的一些任务 或者你的父母 血缘的父母 交给你的任务 你是否去做 那如果你是服从的话呢 你会是这个恩高的一个合适的人选 就像大卫一样 他得到恩高 第二点呢 我们必须要忠心 那大卫他非常的忠心 耿耿地去看管他的父亲的绵羊 这个工作呢 其实真的是没有回报最无聊 而且非常难做的一个工作 非常辛苦的工作 可是呢 大卫他非常的忠心 他甚至愿意冒他自己的生命的危险 去和这个狮子和熊搏斗 就为了保护他父亲的绵羊 那朋友们 神交托给你做的事情 你是否忠心的去做呢 还是你在想放弃 大家千万不要放弃 因为当你忠心 你将会是他神的恩高的适合人选 第三点 那这个是来自新约的 我们要用方言祷告 那在《使徒行传》第一章八节就说 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 你们必得着能力 是圣灵他恩给你这个能力 他恩让你受高能够得到能力 那么让你能够用方言祷告 当你用方言祷告呢 圣灵他就会用他的能力充满你 那我其实每天呢都会去用方言祷告 这是我的属灵操练的一部分 我发现当我用方言祷告的时候呢 神会和我说话 他会给我意象 他会给我一些话语 来指引我的道路 我觉得我呢 对圣灵的指引呢更加的敏锐 那所以我要建议大家 每天都要用方言来祷告一段日子 那让神来引领你 这是在我们阅读圣经 和在用已知的语言来祷告之上 我们用方言来祷告 因为通过方言祷告呢 我们可以让神释放他的恩高 在我们的生活中 那所以这就是三个方式 我们可以去得到神的恩高 那我们现在来底下头 等我可不容易 我打过不着 那不就在和我们的关系